機械人被洪家班人 弄得要送回原廠修理 現在失去機械人, 怎麼參加比賽? 不用擔心, 爸爸, 我有辦法 不要緊, 我想你扮演機械人 參加智能管家機械人比賽 我可不可以拒絕? 當然可以, 沒問題 不過這樣, 這個機械人 就是我們公司的資產 機械人, 現在機械人你們洪家弄爛了 我們不排除會向你們追討賠償 那…那…多少錢? 機械人的成本只不過是七百萬美金 不過還沒算我們接龍參加不了 這個比賽的損失 我哪有這麼多錢? 不要緊, 根桑, 你沒有 洪樹人洪藥水應該有的 我跟他們追, 如果追不到 炒了他們, 再追 不要, 千萬不要… 不要做… 不過這樣, 如果贏不了其他機械人 我不會負責的 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的 不用擔心 我不會負責的 剛才被淘汰的機械人已經很強勁了 當然強勁了 不強勁怎會拿出來比賽 但是爸爸要跟真的機械人鬥 行不行? 沒有被人發現就行了 我以為你照我的樣子是整個機械人出來 怎料這支紅樹根的樣子是整個機械人 紅樹根是一個很出色的家庭主婦 好, 絕對是智能管家的榜樣 用他的樣子 沒有好像他的樣子那麼噁心 你贏了我的機械人才說, 噁心 第一個回合的比拼就是鬥快的燙衣 哪個機械人在三分鐘之內 燙得最多的衣服的人就勝出 神經病, 爸爸 怎麼可能燙衣燙贏這隻機械人? 我真的爸爸一定輸贏了 你看, 哥哥突然這麼快就把衣服疼了 我把他放到明天出門了 總之一定要替爸爸贏 第一回合結束 是由接龍集團的機械人贏了 你以為你贏了我, 至少我先贏了一局 第二回合就是比拼廚藝機械人 要在限時之內配出佛跳場 煮食是郭強項, 這個回合是定的 但爸爸最可以加上小菜的 佛跳場這麼巧功夫的菜式 爸爸有多可煮 不行 老闆, 看見阿莊拿著干擾器 就像干擾器一樣有機械人 那就揭發他吧 不要, 我們揭穿他 他就揭穿我們, 只會揭穿他 來, 忍耐吧, 當我沒事吧 阿莊, 你說用干擾器干擾機械人? 為何他一點事都沒有? 我想他們跟我一樣 開了一個反干擾器 阿莊, 這機械人怎麼會打瘋? 我們的機械人開啟了人性化模式 所有行為跟真人沒有分別 應該這個模式我還沒聽到 我們這個機械人 是最新的研發科技 你這些什麼煩膚俗子怎麼會死呢? 這回合結束了 地雷的機械人以46分, 僅以1分 贏了接龍去機械人45分 好, 我們休息15分鐘 之後回來繼續比賽吧 他不是煮飯很厲害嗎? 這樣也會輸? 爸爸, 不用擔心 我知道稍後第三回合是鬥洗碗的 我已經做足準備了, 一定不會輸 好, 來到第三個回合了 我們會以情景提來考驗機械人的應變能力 題目是趕小主人不小心 把爸爸的車子掉落滾油 但這時候我爸爸很趕著出去開會 機械人會怎麼做呢? 會否直接伸手落滾油的車子呢? 女子, 你又說第三回合 我鬥洗碗的 可能滾完節洗碗吧 不是吧, 機械人這麼貪心 什麼事?雷先生 坐 我覺得龍哥不是機械人 有問題, 真人哪敢伸手在油鑼那裡 他一縮沙, 肯定被人知道 他一縮沙, 用真人派一個機械人 我哥不是真機械人 你怎麼會把他伸手滾油的 你現在想他死嗎? 不如你快點上去阻止他吧 是呀, 為什麼? 現在棄權的話 就讓人知道我們是假的 但如果爸爸伸手落 就真的要做假手 放心, 我們一組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 根叔一組已經戴了 席膠防熱防國霜手套 以逢他剛才那兩關 那雖然不會割傷 這對膠袖很冷, 有血落滾油嗎? 好, 你用的膠袋熱溫度 可以減到多高? 我嘛, 百多度也應該有 我來, 滾油可以超過二百度 好… 好, 滾油這麼滾, 雖然有手痛 但伸手下去, 全都熟透了 但如果我不收拾, 就要賠錢給阿威 弟弟和二妹還會被人解僱 只要我把鑰匙扔到最旁邊 在十五度割的時候, 伸手去拿 好, 智德限度可以減少三十度 真人沒辦法撐住人 難道真是機械人? 我怎麼用真人去扮機械人? 是你這麼愚蠢才會這麼想的 不是, 他用流汗, 雙手更紅了 都說我的機械人是高度人性化的 這麼高的AI科技, 你一陣子都追不到 你又在這裡幹什麼? 快點把他的事拿出來, 比他還好, 知道嗎? 經過計算 機械被承受不到二百度以上的高運 操作停止… 那到底怎麼樣? 這類疾病和機械人搓出行動 這就是自動棄權 所以第三回合是自動機械人勝出的 垃圾, 讓我扔一個對著他 很開心, 我們輕鬆, 走吧… 哥哥, 你真厲害 你扮機械人很像 真人竟然可以贏到機械人 爸爸, 我要你為榮 慢著… 爸爸的臉色好像有點不太痛 是, 哥哥, 哥哥 我的鬍子很痛 爸爸, 你把鬍子放進醫院 爸爸